Hello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GPT503 用Switch模拟器玩这个木闯语语的一个表现 这边会把模拟器的一个教程和游戏的下载链接放到评论区 模拟器的设置会放在片尾和上次塞尔丹的教程一样 然后这边是我的一个 下载的一个DLC 这个模拟器的资源是直接带的这些DLC的 我这边直接开始 这边的设备芯片是1165 是笔记本的一个芯片如果台实际模拟的话会更流畅 这边设备是28瓦到30瓦的一个实际功耗状态 锁的4.1 然后这边先测试一下各种工具的使用状态 确保不卡bug 干了没多少活这个体力就掉了啊这边吃点东西准备进程 这个野外加的草莓回血好少啊 不知道这个游戏后期会不会回血回得快一点 这边直接进程 请你先测试一下 找个房间静静看啊 这边是动物之家应该是 买动物的吧 因为穷的吃土应该是买不了东西的 这边就只能先跑了去看一下城镇上有什么可以逛的 城这里的话略微是有一点点象征 我这边和路人对话看一下 然后往上走来到这个市长的房间 这么大的市长环境居然没有人啊这保险箱绿绿的我也不知道代表什么 没有人的话我就可以 坐下他的位子啊体验下这个一日市长 市长后面那个后花园好像有一个小狐狸啊过去他就会消失 我也不知道怎么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是个老奶奶 这博物馆空荡荡的 叫我们拍照什么 捐东西啊 拿到他这里 可能是想哭了他们的这个博物馆吧 然后我就想参观一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展品啊好些发觉上当了 各博物馆空空如也 中间下面什么都没有 上面这个也是空空如也啊 但左边好像有扇门 我们去看一下 好像这里是市长的家吧 我看这个正着了就在吃东西我靠 真的是让我干活自己吃香喝辣的住这么大房子 我一个农民住在帐篷里 你房子都没有 七罗赶紧去转换下这个心情了 这个这边有游乐设施 但好像这个 手幅滑齐并不能玩 只能秋天上 坐一会儿也没人帮我推了 转不了 是两个位置都转不了 这边直接就回城了啊 回家继续睡觉 反正也买不起吃的 就睡觉回去吧 之后是这个模拟器的教程啊